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释迦摩尼恰恰成为了佛祖 在他之前佛教已经存在了千年 为什么唯独他领悟到了佛法 究竟他领悟到了什么使他成为了佛陀呢 我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关于佛陀的故事 但是你看完这个视频 我相信你对佛祖的认识将会被彻底颠覆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佛祖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出生在大约2500年前 这个时期非常的有意思 同时期的东方和西方都出现了很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人 其中有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我们中国的圣人老子孔子 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佛祖释迦摩尼 这些伟人出现在同一个时代 难道只是巧合吗 许多人都知道释迦摩尼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他是古印度加皮罗为国国王敬范的儿子 当时古印度各国相互征战 就像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 事实上他的背景和身份 对于他成为佛陀非常的关键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和身份的话 佛祖也不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出现 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讨论 对于释迦摩尼的出生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这张图片是释迦摩尼幼年时的佛像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据说释迦摩尼刚刚落地就可以直立行走 他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脚下都会盛开美丽的莲花 最后这个婴儿伸出一只手指向天 另一只手指向地 说了一句霸气之极的话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许多人会说 即使是被认为未来是佛祖的人 也不应该这么嚣张吧 实际上佛教认为 释迦摩尼说这句话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 而是要让每个人都体会到这种觉悟 对于佛教来说 天上和地下的一切都是由自己说了算 这一点我们等一会儿再详细解释 令人惊奇的是 他说完这句话后 立刻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婴儿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据说 释迦摩尼出生以后 印度的高僧阿斯陀前来为他沾相 这位僧人非常的有修为 早就修炼到了五种神通 通过禅定 他能够轻松的进入天界 与天人学习交流 并使用他的天眼通 可以预测未来 起初阿斯陀预测未来的时候 是面带笑容 甚至很高兴 但随后 他的表情非常的悲伤 这让凡王和他的妇人非常的困惑 他们的儿子未来会遭受什么大的挫折吗 他们非常的担心 于是前来询问阿斯陀 此时阿斯陀缓缓的说 如果你的儿子成为一位出家人 他将成就无上大道 成为最妙法轮 尽管阿斯陀为此感到高兴 但与此同时 他也感到很遗憾 因为他利用天眼通看到 自己在将来之后不久去世 从而进入到下一个世界 这也代表了他自己在未来 不能够亲身听取释迦摩尼高尚的佛法 金饭王因此感到非常的沮丧 因为释迦摩尼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非常希望通过儿子来代替自己 成为印度的统一者和国王 如果他成为一个出家人 那么这一切就不可能了 所以金饭王不遗余虑的禁止太子出宫 并禁止他与外界的一切接触 因此释迦摩尼从小自在宫中过着奢华的生活 据说他生活的这个宫殿中 其中有着春夏秋冬不同的宫殿 用来不同的时间居住 而且不需要提及美酒佳肴 金饭王还特别为他迎娶了三个绝代美女 其中第一个夫人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虽然释迦摩尼身边有多位欺世相伴 以及奢华的物质供养 但他始终感到内心缺乏快乐 他对生命的意义 人的本质 以及死后的去向等问题 一直思考不已 这些问题困扰了他 因此即使生活环境如此奢华 但他还是感到无法真正快乐和自在 特别是在他29岁那年 当他驾马来到京城东门时 他看到一位胡须和头发全都白了的老人 他走路非常的困难 还在不断的身影 于是他明白了衰老是不可能避免的 当他来到南门时 又看到一个全身溃烂 满目疮疑的病人 于是释迦摩尼顿时明白 疾病也是每一个人不可能摆脱的 然后他又来到西门 看见随行的亲属 悲痛的哭泣着 哀悼着一位死者 这时他才意识到 死亡也是每一个人无法逃避的 所有的生命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 那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并且他领悟出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道理 不仅仅是人 所有的事物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包括所有的王朝 整个宇宙 即使他成为了国王 他也能够看到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的世界都会渲入混乱 和平最多仅仅坚持二三十年 最后他又得回到动脏不安的状态 这是一个无法终止的循环 就像我们整个太阳系也会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 因此世界摩尼明白 在他统一印度 做皇帝之后 即便是二三十年后 社会得到了统一和和平 但这些烦恼仍然不会消失 社会仍然会进入到动荡不安的状态 这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 曾经贷款以后就会感到非常的快乐 有人会感觉到结婚以后就会变得很快乐 还有人认为如果变得富有 就会变得很快乐 但是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欲望 也会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烦恼 那么问题是 这到底有个尽头吗 是否我们这辈子都不能够完全摆脱这些烦恼呢 史强摩尼曾经说过 即便是希望渺茫 我也要找寻一种解决生老病死所有痛苦 并实现永恒快乐和自由的方法 为此他牺牲了王子的身份 转而成了一名出家人 在古代的印度 冥想是一种流行的习俗 人们相信冥想可以与神明 与祖先沟通 他们认为 在冥想的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智慧 因此史强摩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寻答案 他寻求佛祖的智慧和禅修的方法 来实现最真最美和最完美的快乐和自在 然而在我们现代社会 竞争和日常的压力 使很多人感到疲惫和失落 有些人选择放弃努力 退回躺平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 有些人说是佛系青年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佛教所提倡的生活方式 佛教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与世无争 无所作为 相反佛教提倡 用心追求美好的生命 实现永恒的安宁和自在 佛祖释迦摩尼放弃了普通的快乐 去追求最真实 最美好和最完美的快乐和自在 因此我们不应该误解佛系这个词 这个词的意义应当是追求最高尚的生命和快乐 去寻求真正的安宁和自在 那么释迦摩尼在追求最完美的自在时 都经历了哪些波折呢 事实上 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最终他前往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 因为那里是一片被称为苦行林的地方 在这里有很多苦行僧都在进行苦修 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例如用绳子把自己的头发吊起来 举起双臂或半截身子埋在土里 他们相信唯一可以避免痛苦的方式 就是以毒攻毒 通过这种苦行来消除痛苦 于是释迦摩尼也加入了苦行的队伍中 每天都在这片区域静坐冥想 每天只吃一餐 并只吃一些极其简单的食物 他经营苦情修行长达六年 身体虚弱不堪 瘦骨如柴 尽管他只有30岁 但看上去却像一个身体虚弱的老人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他并没有获得任何提高 那么佛祖的这段修行经历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世界上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 很多人为了追求生命的真地而去修行 例如吃素练气功不吃饭等等 但实际上佛祖早已经进行了这些尝试 经过六年的修行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苦行并不是通往灵性生长和新生智慧的道路 因此佛祖放弃了苦行 离开了雪山 此时他已经衰老不堪 甚至跌跌撞撞的走路 碰巧他被一位新善的农场小姐所救 农场小姐拿来了食物 让他恢复了体力 佛祖从此走到横河边上 在一棵树下打坐 树下铺着一种叫做吉祥草的香茅草 佛祖在这棵树下发誓 不正菩提不其此作 菩提是凡为的阴液 意思为觉悟 即彻底认识宇宙和个人生命的来源 以及消除一切痛苦的方法 佛祖经历修行后 最终在这棵树下 证得了大彻大悟 因此这棵树被称为菩提树 那么这次 释迦摩尼下定了决心 他说 如果我不能够大彻大悟 证得成佛 那我就死在这里 他用这样的决心去静坐冥想 在历史记载中 他在那里打坐了七天 终于大彻大悟 可见这个数字期 在佛教中有着神秘的寓意 在这七天里 佛祖经历了许多境界的变化 首先 他证得了天眼通 能够看到宇宙的一切 天耳通 能够听到宇宙中大小的声音 他形通 能够洞悉他人的思想 情绪和感觉 还有宿命通 能够知晓自己的生命 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三世所有的因缘 以及自己经历过的 多次轮回 做的那些事情 直到成为现在的释迦摩尼 他全都能知道 在当时的印度 许多修行者 在证悟了灵通之后 因为自己已经修炼到了极致 但是释迦摩尼不同 他不满足于此 他的目的是要找到 彻底消灭痛苦 和永久不灭的方法 而这些神通 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他继续修行 直到第七天 天快要亮的时候 佛祖感到十分的疲惫 他一旦松懈下来 这一切将会停止 然而突然之间 他仰头看到星辰 于是他领悟到了菩提的道理 正得了菩提 佛经上说 观世音菩萨通达般若 独明正心而正道 成就菩提 许多讲述佛陀故事的人 在讲到佛陀领悟的菩提的道理之后 就结束了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佛陀领悟到的宇宙的一切的答案 很少有人讲到 佛陀领悟到的核心是 缘起空无主宰非自然 这句话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无主宰非自然 是指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神 或者是任何主宰一切的存在 也就是没有什么上帝和阎罗王 而我们人呢 也不是有神创造的 这个观点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佛教 有很大的不同 很多人认为 佛教是要相信神佛的 但实际上 佛陀在的那个年代 其他所有的外道都说 我们要信仰神 认为这个世界上是由神来主宰的 在这个问题上 佛陀可谓是与众不同 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果没有主宰一切的神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 对此佛陀回答 缘起信空 那什么是缘起呢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 比如一个人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在诸多因缘的巧合下结合 然后才有了这个人 再比如一棵树的存在 也不是突然出现的 它需要水 土 空气 阳光 等各个因素和环境的配合 才能成为一棵树 这就是缘起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集合而来 各种因缘的聚合 续而发生的一切事物 都是一种偶然的聚合 它不是被任何神和主宰者引导的 而是一种因缘永远变化无常的状态 那么什么是性空呢 性质事物本质属性 比如说一棵树 它的性质是树木 然而几百年前它还不存在 几百年后它也将不复存在 树木作为一种物质 是无法永恒存在的 只能不断的变化 这就是性空的含义 以个人为例 一百年前这个人并不存在 一百年后 这个人的身体也将不复存在 这个人的身体就是性空 如同梦境般不可持续 性空说明我们无法掌控自身的生命 我们不可能抗拒它经历生老病死 因此我们才会有痛苦 但是我们是否有其他的方法来摆脱苦难呢 这是佛陀说 确实有 佛陀提出了一个自性的概念 自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 难以接触见证的自我 它是永恒存在的 没有痛苦 宁静安详 这个自性就是佛性 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是佛 但我们的自性被无名所掩盖 因此我们无法正悟佛性 只有戒处无名 净化内心才能够悟出佛性 正成佛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只做一万七视频的小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